释出世间一切法 离不开因缘 他的兴起 大教之心 因缘无量 而无量因缘 唯唯一大死因缘故 确实 宇宙 万物 生起的因缘 都是无量 无尽 无数 不是偶然的 真的是无量因缘 那么佛在教学 特别是教促学 把无量因缘归纳为四大类 这就好说了 这个四大类呢 第一个是清因缘 第二个是索云云 第三个是无间云 第四个是真上云 无量因缘 佛把它封为这四大类 主要知道 这四大类就 每一大类都是无量因缘 这个在讲学的里面呢 有它的方便法 这是六树 好比一个植物 这个植物怎么会生长的呢 它是种子 那个种子就是清云云 它没有种子 它怎么能生长呢 可是但有种子 如果没有其他的人 那个种子要是放在茶杯 放一百年 它也不会长成树吧 所以它有所缘缘 所缘缘的时候 种子一定 它希望它能够长成树 开花结果 它有所缘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想动物 它所缘缘 它一定想生存下去 还想那时候 繁延后代 这本能吗 那叫本能吗 这所缘缘 这个所缘缘的时候 不能间断 一缘断了 它就毁灭了 所以你看 前面三个人 这三种现象 是一体 后面是增上云 它也不能少的 增上云水 种子要长成 它要土壤 它要空气 它要水分 它要肥料 甚至还要人工来帮助它 它才能长得好 那这些呢 全叫增上云 增上云是外面的力量 帮助它 前面三种人 都是自己本身 本决 有关系的 感谢观看